赛尔维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器围棋 16号访问中国 但中方出面会见他的不是国防部长李尚福 而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李尚福目前仍挂名中央军委委员 国防部长以及国务委员 但从8月29号后 李尚福一直没有公开露面 云南弥勒市佛城商都18号中午 发生了一起电梯坠落事件 当时出事的电梯载着20名乘客 却因不明原因从4楼掉到1楼 导致3人当场死亡 4人重伤 13人轻伤 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近日北京 上海 苏州 南京 郑州 湖南等地 爆发所谓的居原体肺炎 许多儿童出现大白肺症状 呼吸困难需要氧气 北京疾控中心表示 北京正处在支援体肺炎高发期 预计11月达到高峰 中国经济萧条 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 消费观念也随之改变 折扣零售商迎来消费热潮 中国年轻人开始反向消费 中国各网路平台上 不少省钱经验分享帖子内 折扣成为高频词汇 新唐野太电视整理报道 保留安 婀 杓